参加支持堕胎拳集会 华裔国会众议员张美新被捕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人濒临崩溃 雪上加霜 中国东部爆发新疫情 当局继续清零风控 危机 2022年富豪净流出占比 额中最高 香港居四 最高法院本年度任期影响最大的判决 是其6月24日推翻堕胎权先例 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民主党华裔国会众议员张美新 周四在最高法院附近参加 支持堕胎权集会期间被捕 裁决发布后 共和党控制的州迅速采取行动 制定堕胎禁令和限制措施 这项裁决不仅是反堕胎活动的重大胜利 也是保守派法律运动的重大胜利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张美新 对此时坚决反对立场 据NBC报道 赵美新办公室在新闻声明中说 赵美新在国会大厦前参加和平集会 她随后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被捕 赵美新的发言人将这次集会描述为静坐 称这位国会众议员在下午1点左右被捕 并补充说她是唯一一位出席集会的国会议员 国会申警方表示 周四在国会大厦外逮捕了181人 罪名是非法阻塞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附近路口 就在上周 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该案件使堕胎成为一项宪法权利 堕胎权被推翻在美国引发争议和示威活动 赵美新生于加州 阻击中国广东省新会 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众议员 中共的清零政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是一场政治灾难 亲王岐山的财经媒体财新网7月3日专题解析上海封控期间 造成民众严重心理创伤 文章找来工卫专家及身心科医师背书 毫不隐晦直言持续性的封锁触发破产失业 收入锐减 孩子失学 外加长期饿肚子 冷暴力 没完没了的7加7隔离 还有确诊的羞辱感 上海人历经种种不堪回首的封控后 精神快崩溃 身心门诊暴增 预约全满 财新网以新冠隐形伤痕为题 披露中共严格防疫已经造成民众严重心理创伤 光是上海6月1日解封当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学会院区门外排起长队 静安区也一样 短短两天 该中心的就诊量多两倍 报道提及 上海封控期间 冲击精神及心理咨询相关服务之时 所有再度回诊的人都出现症状恶化 一位从方舱隔离回来的人自称经历不堪回首 亦受惊吓 亦怒 紧张焦虑 还有病实感 因为自己阳性 得向左右邻舍道歉 一位心理医师说 虚假太多 核酸检测太多 开心的事太少 以及不公平感 长期饿肚子等等 逐渐出现情绪失控现象 都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哈佛大学工卫学院教授萨克塞纳告诉财新 一些地区持续封锁之后 触发破产失业 收入锐渐 孩子失学等等问题 有些老人被关了好几个月 也没人去探望 都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示警 这次疫情冲击最大的其实是 上有老 下有小的群体 现在能扛着 忍着 有些影响现在还没显现 预计未来5到10年可能会慢慢浮现出来 中国华东地区的几个城市又要遭受风控之苦了 在出现一些Omicron并移出感染群后 7月3日当局加强了疫情风控措施 对在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下挣扎着恢复的经济 立即构成了新的威胁 路透社报道说 位于中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中心无锡市 在周六报告42起无症状感染后 当局星期天下令停止公众场所的营业 包括商店和购物中心 餐馆的糖吃服务被暂停 民众被要求在家上班 没有必要不要离开无锡 江苏省的另一个城市徐州在周六发现13起阳性感染后 要求市民除非必要不得离开城市 同时安徽四县在7月2日周六报告288例感染 并进行全民第五次强检 当地从上周三起已对76万居民进行所谓静态管理的封城 暂停公众交通 安徽省的感染占中国此波疫情新感染的多数 周六报告61起有症状 231起无症状感染 随后 安徽省临毕县上周五也进行了封城管控 要求居民不得离家 除非外出接受强检 此外 中国小商品出口的重镇 浙江省的义乌在过去一周报告三例感染后 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是取消所有飞往北京的航班 在中国人口最多 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经济重镇上海 当局报告7月3日周日零点至下午5点 在隔离区外发现一些阳性感染 周六 上海报告两起无症状感染 上海7月1日上周五宣布解除两个月来的封城措施 上海严厉的封控措施严重打击了工业产出和消费支出 中国今年4月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9% 中共国家卫健委周日报告 中国大陆出现473起新增感染 其中104起有症状 369起无症状 周五 共报告268起 其中72起有症状 196起无症状 中国自2019年底 在武汉爆发最初的新冠疫情之后 一直采取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 希望铲除新的感染群 一旦发现感染个案 当局立即通过追踪密接 采取封小区 封区 封城 禁止居民离家的重点封控隔离措施 并侧重于大规模进行强制全民核酸检测及隔离等措施 试图迅速控制疫情蔓延 现在 社会普遍认为 尽管清零政策能在疫情突发时 有效地阻断了疫情的传播 但其社会和经济成本巨大 对经济造成重创 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严重妨碍甚至阻断必要的经济活动 网上疯传北京国务院即将停止动态清零政策 封控区的民众正眼巴巴期盼着这一天 中俄两国的领导人 尽管一个说要还你一个繁荣强大的俄罗斯 一个要打造一个厉害国 并且为整个人类指名方向 然而 最后造成的结果却是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全球财富的迁移 中共党内权力绝逐的白热化 和对香港民主人权的镇压 令中国和香港富豪 区外移人数递增 俄罗斯沦为事件贱民 富豪纷纷外逃 根据全球移民投资咨询公司 Henny & Partners发布的最新亨利全球公民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 净流出移民人数 俄罗斯和中国占比最高 均超万人 香港需第四位 多达3000人 排第三的是印度 该公司根据今年上半年 对超过100万美元财富高净值人士的移民数据 推算出今年的数字 发现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 四个多月的俄罗斯 今年会有1.5万富豪外流 比大温疫前的2019年猛增了9500人 占俄罗斯总高净值人士人数的15% 而中国今年将有1万名富豪净流出 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 从东亚地区收到的投资移民咨询数量急剧上升 其中大约57%来自中国 而香港居次 2021年 有超过10万名香港公民 利用英国的BNO签证离开香港 其中主要是高净值人士和银行家 根据英国内政部在5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共有1万9500人申请了BNO签证 比去年最后一季增加了25% 使BNO申请总数达到12万3400宗 获批的有11万3742宗 这些富豪流出后并非大多去了美国 且去美的人数大大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 根据前BBC记者米莎·格罗尼的统计 今年只有1500名百万富翁净流入美国 而2019年这个数字为10800人 他认为这可能与今年11月中期选举 带来的政治不可预测性有关 受益于香港富豪出走的是 亚洲另一个金融中心 新加坡 该国今年净流入了2800名百万富翁 比2019年的1500人大增了1300人 格伦尼认为是中共对香港的镇压 迫使香港富豪外逃的 另外 于6月11日闭幕的香港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 两天吸引4.7万人 超过去年8月举行的上届博览的3.3万人 大增了四成 根据主办单位今年4月到6月 向网上登记的3.5万多人所做的调查 其中大部分是中产及富裕家庭 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占66% 资产超过640万美元的占17% 而家庭月入2万美元的占30% 对于打算核实移民 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 已将移民准备时间缩短至两年甚至半年 而以往的准备期一般都在5年左右 有人预计 由于富豪纷纷逃港 而中共的金融中心也在往上海转移 未来 香港会逐渐半论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南方城市 东方之珠玉碎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万维的播放 我们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